第21题,第21题到第23题是题主 许多飞机皆设有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记录器 可记录飞行资料与机舱内的声音 具有航空事故调查、维修及飞行试验等用途 某架飞机发生空难沉入海中 请依据提议回答下列第21到23题 第21题是问某门说 发生事故后黑盒子会发出37500赫兹的声波 以协助搜救船只探测其位置 请问潜入海中的搜索员靠近黑盒子时 可以听见黑盒子发出的声波吗 为什么 我们晓得人耳的听觉范围是20到2万赫 超过2万赫的称为超声波 人的耳朵听不见超声波 超过2万赫的声音 所以第21题我们说 可以听见黑盒子发出的声波吗 为什么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不可以因为人耳听不见超声波 我